对于香港这个建在岛上的城市来说 缺少淡水是个致命的问题 1963年 香港曾出现过每四天 才能供水四小时的极端情况 六年后 人们的目光盯上了这个岛屿间的缺口 而后建起大坝 这个深入山地的海峡 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 万宜水库的修建 是为了留住来自祖国的东江水 为了支援香港 内地仅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东升供水工程 来自广东的东江水 不仅填满了万宜水库 也占到了香港饮用水 供应量的75%以上 彻底解决了香港受制雨水的难题 不再担心缺水 几何感十足的防波堤 让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 但在香港 水并不总是温和的模样 更多的时候 它都来势汹汹 香港最高峰顶的 大茂山天气雷达站 日夜守望着这座城市 小到一朵云的生成 大到一片云海的移动速度 最短每隔六分钟 它就会把天空的细微变化 上传至网络 为香港提供以分钟为计量单位的 高精度天气预报 在台风多发的季节 每当气象站发布八号 或以上的台风预警 大多数公司都会让员工回家 提前做好准备 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降雨 解决这些雨水的办法 藏在地下 拥有六万立方米容量的 跑马地地下蓄洪池 只是冰山一角 它与城市里的下水管道相连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排水系统 一旦遇到极端天气 太多的水也会瞬间把下水道灌满 无法立刻排出的水 就会暂存在这里 防止地面被雨水淹没 水库 大海 还有像这样的地下蓄水池 水的去处多了 即便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 也可以吞吐自如 不用担心水的威胁 出行就多了一份来去自如的悠闲 因为走得慢 车体面积又大 年过百岁的丁丁车 成了港岛上最受欢迎的广告牌 从百年前的柴米油盐 到今天的金融产品 艺术展览 人们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畅象 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广告 穿在了丁丁车上 在丁丁车上开一场派对 是现在流行的娱乐活动 清脆的丁丁声音 一路摇摇晃晃 贯穿整个港岛的轨道线路 会把欢乐传遍大街小巷 太平山顶的缆车 也跑了一百三十多年 但它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进行一次升级 今天是第五代缆车 退休前的最后一天 仍特意赶来进的最后一面 刚被问到坐缆车时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香港人大都会害羞地一笑 然后告诉你 拍拖 抵达山顶 天气已经放晴 一百多年 每一个这样悠闲的黄昏 景色或许不同 但心情大都相似 在这里不谈琐碎的生活 不谈繁忙的工作 只谈美景 只谈恋爱 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 多年不变的共同记忆 却有很多 作为港岛与九龙间最早的交通工具 天星小轮已经在海面上摇晃了一百二十多年 与后来出现的地铁比起来 它已经不够便捷 但百年来基本不变的外观 陷入 还有低廉的票价 让它在游客中广受欢迎 乘上天星小轮 从过去使到现在 在不同的时光里 从未改变的 是吹在身上的海风 撒满湘江的夕阳 和家的方向 最后的旅程从一所大学开始 了解一段守护家园的故事 飞越大桥 机场 看一座城市 如何用现代演绎历史 高楼林立的香港 是座年轻的城市 但在这里 你总能找到中国近代 百年风雨留下的痕迹 这栋大楼 仍保持着一百多年前 初见时的外观 1892年 孙中山先生 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前身 香港新医书院 1923年 孙中山在这里 发表名为 革命思想之诞生的演讲 他说 香港与香港大学 乃我知识之诞生地 从这里出发 他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不同的历史阶段 这里总有人为了香港 为了祖国挺身而出 1941年12月 日军突袭香港 经过18天的战争 英军战败投降 香港沦陷 抗击日军的重任 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游击队 港九大队身上 在游击队的带领下 乌焦腾全村五百多人 几乎都参与了抗战 最终 他们守护了家园 迎来了胜利 如今 当年儿童团的成员 已经白发苍苍 纪念碑下 也早已不见当年的硝烟 来自登山或骑行的人们 总在这里纳得一片阴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